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8月3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六了 又是跟大家說一家日本公司 這家公司在香港和大陸也很受歡迎的 名字是UNIQNO 這家公司大陸也譯為優衣庫 這家公司大陸也譯為優衣庫 UNIQNO的衣服 通常都是以價廉物尾和款式 經常有出新款為主 吸引到很多人去買 我也看到如果有些 對的也會買來穿的 因為價錢的確是便宜 在日本買也好 在哪裡買呢 其實 你覺得好像是 最便宜的 成衣的超市 他們的母公司 竟然在大陸 要關閉50間店 這個要跟大家說一下 肯定可以告訴大家 大陸的經濟差成怎樣 以及有多窮 因為從UNIQNO這種來老的 便宜價 衣服的 店舖來說 在大陸也生存不了 也要關閉50間門市 這是完全反映整個經濟狀況的 大家知道 經濟好的時候 貴價三副也是買 經濟不好 連便宜的人都不買 連買便宜的店鋪也要倒閉的話 肯定是很惡劣的 首先說一下他們公佈了 今年 第三財季 他們 今年2至5月是第三財季的成績表 他們 營業的 營業額是1450億人員 超過分析師預期的1240億 即是說 他們全世界來說 是不錯的 擴張得不錯的 他們估計全年營業利額 營業額 由4500億上調到 4750億人員 即是 預計他們生意會做多了 因為他們公司 在歐美這個市場擴張 是做得不錯 抵消了中國市場 是不景氣的 生意不好的因素 由於業績低迷 他們決定在今年中國 最少要執入50間 虧損的門市 即是說 中國的經濟很明顯 從這些平價三副 可以看到一二 中國市場銷售低迷 也使得他們整個集團的 業績 比較差 日本首富柳井正 因為創辦unicuno 成為日本首富 他今年估計集團的營收 是10萬億人員 當然這個目標 是由於中國的經濟 畢竟是令到他的目標受挫 根據頭三個月的成績表 這個集團 收了 2.37億 萬億人員 年增率是10% 經營日利有4,018億人員 也不錯 4000億人員即是多少錢港幣 即是200億港幣 日利也不錯 賺200億港幣 按年增加21.5% 靜利 靜利年增31.2% 這個是稅後的 經營日利跟稅後不同 這個靜利即是稅後 盈利 有31.2% 這個十分之好 有3128億人員 預計全年營收可以達到3萬億人員 但是距離10萬億人員的目標相差很遠很遠 即是說他們 太過高估了 UNIQLO 大中華市場的首席執行長 潘寧 他說中國市場的收入下滑 利潤大幅下降 而924間門市 其中有150間銷售 銷售是很低迷的 即是沒有錢債 甚至是虧本 他指出 中國消費者的心態發生轉變 年輕一代 不再選擇品牌 而是購買一些平價的代替品 其實UNIQLO已經很便宜了 其實 裏面賣的衣服 其實跟薄鮮尼有甚麼分別 好像比薄鮮尼更便宜 那麼便宜的衣服在大陸也生存不了 也要更加買更加便宜的衣服 證明大陸的經濟真的崩潰了 專家指出 作為高CP值的代表 UNIQLO 在中國一直都是當名牌的賣 平價的衣服也是當名牌的 H&M也是 本身都是便宜的 在中國消費降低的情況下 仍然是很低迷 他們認為有三個大原因 首先 消費者不再是追求性價比 而是追求 極致性價比 即是鬥便宜 加上產業鏈瘋狂內卷 大家鬥便宜 鬥減價 鬥便宜 所以就成為一個很大的潮流 大家鬥便宜 最後 就是 UNIQLO加價 在2022年 成本上漲和匯率貶值在雙重壓力之下 UNIQLO就開始加價 在同一個背景 相同質量可以買得更加便宜的東西 同一樣價錢 變成大陸有很多東西選擇 所以UNIQLO就不再首選了 他們說了幾個因素 其實 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現在大陸經濟太差了 連UNIQLO這種 那麼便宜的貨品 都會出現一個人都不買 他們覺得很嚴貴 其實從這個可想而知 現在大陸 真的沒有錢 主要是整個消費降級 即是一級級降下來 以前花錢的 現在要節省 以前節省的 現在直接不用 這個情況就糟糕了 這個 很明顯是經濟蕭條 發酵出來了 剛開始說經濟蕭條 人們說是唱衰中國 現在不是 你看到 不同的 從我們正面看 側面看 用任何角度看 都是 經濟崩潰 以及蕭條的跡象 他們的 信蕭財務長 7月初在財 財務報告會議上表示 打算在未來兩至三年 刪除了中國虧損的門市 轉向專注 流量較大的地區 一些黃金地短開新鋪 明年8月之後 中國門市數量 保持較低的正增長 此外 他們信蕭也將努力進一步提高電商銷售額 目前電商銷售額佔中國市場的銷售額是兩成 即是透過網購 高於日本的15% 因為大陸很流行網購 甚麼都要網購 中國是Uniqlo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但是銷售額仍然低於日本 因為他們 相對沒有那麼有錢 在2023年8月為止的財政年度裏面 Uniqlo在日本 800家門市銷售額是8904億 而在中國有1031家門市 銷售額只有6202億 日本平均每一家門市的銷售額 比中國高85% 這個很重要 高八成半 當然日本人的收入高於中國 當然日本的收入壓力 是很大的 因為日本甚麼都貴 相對於日本人來說 外國人 不覺得貴 因為 以前日本不一向貴 現在人員那麼低 他們就覺得很便宜 所以湧入大量的外國人去旅遊 信蕭集團在月初的財報會議上 估計今年 他們的股值會上升 去到3.07萬億人員 他們的 營業額 他們估計會上升 第三季的營收 營業額 會增加14% 去到7,675億人員 而第三季市場的營收 營業額 增長19% 營業利益成長16% 台灣的報導 他們的利潤 是升16% 其實你看到 純利 賣衣服來說算是不錯 隨稅後盈利有31% 這是一個很好的數字 你看到 隨稅後 他們的 盈利有3,100多億 3,100多億人員 為了港幣大約是 1,160億左右 一家公司一年賺1,160億 其實也不錯 你看到 這間很厲害的公司 如果你是賣10倍PE 這間公司就賣1,100億 現在 那麼好的公司 賺了那麼多錢 其實就肯定不止10個PE 最少 起碼也要賣20個PE 這間公司也是值幾千億的 我們估計是值3,000多億的市值 我們估計是說港幣 所以 這個不是叫大家投資一下 我們分析這個行業前景 他們 除了中國市場 其實到處都不錯 在歐美 發展得很快 因為 主要是隔離物美 Sara之前成功 Unikuno 也是一個成功 這個 現在成為日本首富 是有道理的 因為 他真的創造了一件 很好的品牌 當然 針有兩頭利的 其實是沒有的 一個眼仔有兩面 有正面有反面 除了人民日報 沒有反面的 只有正面之外 這是一個笑話來的 這個笑話就是 有個大師就說 你要我傳授你 那些讀門功夫 沒問題 你只要找到一張紙 任何東西都是有正面的 沒有反面的東西 結果他就拿了人民日報出來 只有正面 沒有反面的東西 所以就吹脹了大師 好了 我們 說回中國的經濟 你只能看到 憑這家公司在大陸 也要倒閉那麼多 以及 他們的生意比例來看 其實中國的市場 是不斷萎縮的 很多海外企業在中國也一樣 其實LV在中國的營業格 也是萎縮得很重要的 我們有機會再說一下LV 因為 平價也說一下 說一些貴價的東西 你就看到 中國的市場是由整體倒下來的 不是單方面 不是單方面壞 是全面壞 好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趣好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來買到黑池的酒店負責的酒店負責人 我覺得是你先買到的 對 買到快車